新蒲江 显庆街后面有间生计竹店 阿妈 有没有好介绍 生计竹店 首先竹很好吃 有三十多年历史 非常老到的一间竹店 听优优人说是在本区做了非常久 所以一定有一定的消费 有一班粉丝在帮衬它 生计竹店本身我们现在租金 租金五万八千元 我们放售价是二千二百万元 免租到三点一厘 当作也是那句话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欢迎来我们查询 或者找各大优优人 问价有价谈的 其实这里想介绍些什么给大家呢 首先第一我们来到显庆街 感荣街的交界点 感荣街虽然现在看上去可能静点 因为感荣街是比较特别的 麻雀馆 如果大家知道 就会发觉这里晚上可能更加黄 因为有两三间麻雀馆在这里 旁边开了粥粉面店 茶餐厅那些 反而是做晚上黄昏之后的生意 另外其实看回对面 对面一些新浦江创龙道那边 其实都是一些旧式的厨宅大厦 但你看到基本上没有鸡铺 而街头开始会多了一些新鲜肉食品 或者可能去到街头有些直接买鲜饺子 那些买菜那些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走出去 上一条行人天橋斜对面 就是这个大城街街市 所以其实如果住在新浦江富翁的人买菜的话 基本上都是来这里 或者去对面大城街市 所以这边的人流消费那些都有一定的保证 大家出去看看 好 所以在这里就说的是感荣街 其实感荣街的特别地方 就是有几间麻雀馆在这里 对了 麻雀馆是说一般对人流相对有保证 就是吸引一些比较高消费的人来 而且很多时候人们在这边打牌 都要叫外卖的嘛 叫东西吃的嘛 他自己里面不会煮嘛 叫粉三文字叫个面都要 就一定会帮助旁边的餐厅 但是新浦江这一边的时候 就算是民生避断也好 但是出到外面 你又看到中小学啊 考评局啊 又会吸引到外来的人进来 所以这个粥土我想最重要的时候 我想租客稳定性其实也很重要 非常稳定的 租客做了几十年 也是一句 刚才经过了疫情 经过了社会 其实租客仍然都在这里做得很苦地地 而且租金也有一定的家伏 所以证明一些民生区 一些老牌小店 其实在那个生存的能力方面 是非常之强的 嗯 而且这个粥店 特别的表面又阔 整十七尺面 再加上后面有个天井的位置 它摆货也好 还是做得久也好 租金现在降着五万八千元 当然出到这里的时候 就是着陆街这条 走出来一分钟都不够 就走出来着着陆街 着陆街就不用说了 非常之多人 又多车楼 对面有中学 又有考评局 刚才说过了 正对面那里就是大城街街市 启德花园楼下那里 基本上 真是新铺说 你居住在附近的 来买菜那些 你一定会经过这一堂附近的 所以其实呢 现在呢 饭市可能未必是最繁忙的时间 我们以前来呢 通常都是三四 三四五六点这地方 就是买菜的时间 那这里就最旺了 嗯 我们走回到店铺那里了 好 好了 又回到店铺了 看看现在很多街坊在等着吃东西 里面生意都不错的 其实基本上这一间竹铺 由早上早市开始做 做到夜晚九点 早餐 午餐 晚餐 基本上都很多人在帮衬 或者是买外卖 在家里等着 这一段其实 如果拼远一点 在那边很多都做一些餐厅 餐饮 做一些村菜 茶餐厅 冰室 或者是中菜馆 所以其实这一段 夜晚餐饮食 是会有一定的人留在 嗯 对了 所以这间店 我们现在就放手 2200万 租金就58000元 所以稳定地 3厘以上的回报 如果有兴趣 联络各大经纪 或者是我们公司同事们 都可以帮到你 对了 欢迎的 好 多谢 拜拜